Hi, 我維維 一年一度的月餅節又到了 我也是喜歡吃傳統的蓮蓉月餅 如果蛋黃可以做成兔子頭和兔子屁股一定很好吃 用樹枝黏土做個餡 拌成蓮蓉的顏色 加多點黃色,賣相更加好 之後拌橙黃色的蛋黃 另外在樹枝黏土上面加一些紫黏土 或者輕黏土都可以 這個我們用來做餅皮 將蓮蓉搓成棋的形狀 將餅皮壓扁,用來包住粒蓮蓉 用來做底部 將多餘的黏土剪走 底部沒那麼漂亮也不要緊 不要緊張,我們用濕紙巾 將皺皺的地方抹平 將圓餅先分成四份 每份再分成四份 最後計算數是有十六份的 上下都是一樣有十六份 做個記號 將上下兩點連起來 這樣就會做到花邊出來的 弦條 強調花邊的線條 我們用圓珠筆壓邊 最外圍是不壓的 這樣就會高一點 再斜斜地把魚母的一半壓下去 用薄薄的餅皮 去做小肚子身體的各個配件 加點水就可以黏上去 早上去做小肚子 旁邊的肉 就要顏色 黏小肚子 黏小肚子 中秋節就可以重量 花好月圓 将一只角切出来 不要一刀切 要慢慢慢慢地割出来 挑空预留一个位置放弹簧 懒人就可以散略这个步骤 然后用蛋黄做回兔子头和兔子屁股 用蛋黄做回兔子屁股 等表面干了就可以上色了 等表面干了就可以上色了 然后用蛋黄做回兔子屁股 感谢观看 上色了 看上去是否又不能吃 即刻变成吃得的呢 喜欢这款月饼就按个lik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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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